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身体除了受情绪 受我们吃的东西起居饮食以外 其实天气的影响也是挺大的 那么我们香港位处沿海的地区 所以也是说雨潮湿的那种状况也会比较厉害 那么现在下雨肯定天气来说湿度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体内那种湿气也会相应的 会比较显著一些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湿气 其实很多人口里面说是湿气 但是其实什么是湿呢 对呀 什么是湿呢 什么是湿呢 因为那个广东也很高 喝点凉茶什么的可以好 那么其实湿气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具体来说 其实就是一种身体里面任何一个部分 说有病理性的水液 那么这个就已经是湿了 例如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脚上 我们按我们的内脚踝那个位置 如果说按下去 那个手指 没了 有一个手指印的话 那么这个一个稍稍水肿的一个状况 它是不是一种病理性的水液 所以我们可以说脚上的湿气比较多 我有啊 我刚刚马上就诊治了自己 就去试摸了自己一下 就有个白印嘛 就手印下去 它会有一个就是白的那种 就有个人 你觉得感觉一下个人了 对对对 而且那个回弹力不太高的话 那么你的那个水肿就特别的厉害嘛 但是呢 我们说其实如果从这个 我们医生肯定是检查 可以检查到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病人自己去留意的话呢 实际重啊 其实有三种方法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身体 失去会比较重 第一呢 是起床的时候 你困倦的程度 就是说自己睡眠时间 会不会已经很充足了 但是仍然那个精力充沛的感觉 是没有的 这还起床觉得好贵 贵来来 有个种感觉 但是 这满眼烦的还贵 对 觉得 就不是说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想起床 是因为眼困 就因为睡不够嘛 对啊 但那状态应该是不一样的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点 有点觉得不太精神的那种感觉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就那个基础是 你睡眠时间已经充足了 但是人还觉得困倦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是第一个症状 第二呢 就是说 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大便的吸躺的程度 吸躺的程度 就是说我们中医啊 问诊的时候会问 诶 你的大便怎么样 是干的还是吸的 那么从这个程度 我们可以看了 如果我们大便的那个质地 它是比较不成型的 而且会不会比较我们平常的大便呢 比较臭一些 有时候甚至有那种拉不干净 一天要拉数次 才能够安心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说 它的大便当中 已经体现了 整体的人体的一个湿气 比较多 如果说这个 因为湿气 它是一种病理性的水液嘛 所以说我们拉出来的时候 诶 见到这样的一种湿气的表现 其实就是一种水液 从身体排出的那种感觉 第三种 第三种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早上刷牙的时候 可以稍稍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胎 对 观察自己的舌头 那个舌头啊 我们轻轻地伸出来的时候呢 正常的舌头啊 它颜色呢是淡红色的 就淡淡的 粉红的那种 比较漂亮的 那我们那个胎呢 我们经常有些病人 他可能会自己啊 早上起来的时候 会刷那个舌胎 其实没什么作用啊 第一哦 除非那个舌胎 真的是很厚很厚的舌胎 嗯 才会引起那种口臭的状态 嗯 一般来说呢 这个舌胎和我们的那个口 口腔的那个问题啊 是关系不大 嗯 所以说我们不刷它的时候 我们看中医啊 中医就能够用这个舌胎 来判断一些身体的状况 嗯 正常的舌胎呢 它是薄薄的 一层白色的胎 好 比较好 好 比较好 有胎是比较好 那么如果说 我们早上起来 看见自己的那个舌胎 嗯 它是比较厚 嗯 比较厚 而且那个质地啊 很腻 而且滑 很湿润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 有点 可能稍稍 那个不太干净的样子 嗯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啊 也是有湿气的表现 哦 原来这样子 嗯 但这个舌胎 如果太厚 或者是 嗯 舌头没有舌胎正常的话 是否就应该是 没有感觉的 嗯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当你就是 没有湿气 或者没有其他症状 你的舌头呢 是正常的 按道理 你不会经常觉得 你的舌头 会 会有一种 瑟瑟的感觉啦 嗯 或者是苦的感觉啦 就你 应该是没什么感觉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舌头 是不是 对对对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人的话 嗯 他不会出现那种 口干的 口苦啊 而且舌头会有那种 干涩那种感觉 肯定是身体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警号 嗯 来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湿气啊 除了我们刚刚说这些 舌头的那个颜色 啊 那个胎的一个厚薄的 那个状况以外 嗯 还有一些人呢 他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好 舌头啊 会发胀 嗯 有一些顶住那个牙齿的时候啊 经常会咬到自己 对对 哎哎哎哎 好 而且有那个齿痕 对对对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湿气的一种症状 就两腮也会发胀 是不是啊 因为那些 自己会咬到自己的 是不是 我也听人家说 哦 你撒黑了 哎呦 这我拿 就是 这腮边的 那个也会 这到底是湿 还是热气呢 有人觉得 这个要 这个要 要看那种状况了 看其他的那种状况 你看我们刚刚说的 只是说舌头 它 嗯 拉大了 就是说 它的边边缘的上面呢 有一种齿痕 我们看这个舌头啊 就好像是 一个比较 吃很多东西的人 然后 他的那个 身体啊 比较困重那种感觉 这个舌头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 一个人的话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它是一种 热的时候呢 我们看他的舌头的颜色啊 就不会是淡粉红了 可能是鲜红鲜红 像是着火的那种样子 哦 嗯 而且会长口疮 是 所以可以辨别一下 是 好 那如果有了这个湿气的 这个状态出现了 我们能不能自己 就可以喝点什么 吃点什么 就可以调理一下呢 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去湿啊 我们中医 即便是又要的时候啊 嗯 其实也是用 大概两种的方法 两个 两个思路 去制这么一个湿 第一呢 就是 呃 是发汗去湿 就是说 我们有些中药 也是能够发汗的 嗯 透过我们身体 皮肤表面 哎 能够出汗的话 把身体的一些 病理性的水液 嗯 带到身体外面 那么就可以去湿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从二变去湿 就是说 有些 有些药啊 它可能是 沥水 沥小变 对不对 好 那么它也可以去湿 嗯 大变 有些 有些中药吃了以后 有点拉肚子的 那也是一种 去湿的方法 嗯 那么说 就是说 我们中医啊 大概在区别 什么时候发汗 什么时候 呃 用这个 呃 大小变来去湿的话呢 一般来说 上半身的湿气 嗯 我们发汗 下半身的湿气 我们大小变 去掉 嗯 所以说 我们如果说啊 呃 人觉得比较困倦 有点头重重的感觉 好 我们撇除他感冒 这样一个可能性 只是说 单纯人比较困倦 比较累的话 嗯 其实 是属于上半身的那种湿气 比较多嘛 在头部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做一些运动 嗯 稍稍的微微的发汗 哎 那么我们发汗以后啊 会觉得人精神一些 嗯嗯 嗯 就通过发汗 那么如果说 我们是说 整个人呢 都很重 嗯 比如说我们的脚 可能有些女士 她可能 呃 呃 做了一天的工作以后 她 有些水肿的话 嗯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透过 呃 吃点那个中药 或者说 有一些小的那个食疗方 可以去运用一下 哎 去下方的食 嗯 嗯 什么样的一种食疗呢 那么我们可以介绍 两种的那种中药 好的 第一呢 就是 广东眼 姐姐 妈妈 妈妈肯定会 有时候啊 可能会熬一些 中药的汤 嗯 两种中药 经常用的 一米 嗯 一米 哎 对对对 嗯 一米是第一 因为它一米啊 是一种去湿的中药 是 一米它是沥水的 它是能够通力小便的 所以说 能够除下身的湿气 一般来说呢 我们因为它是一种 成熟的一种种人 它也是一种果人嘛 那么一对一种构嘛 我以为是种人 我就是个种人 它是种人 湿气令我很肿啊 对对对 嗯 所以它就是能够性味比较平和 我们用的时候啊 生的一米一半 熟的一米一半 好 利水利小便的 一般来说 是 可能稍稍偏寒一点 一些 我们一起用熬粥啊 什么的 可以 第二种呢 赤小豆 第二种 赤小豆可以 可以 广东人经常用的 但是我们中医用的 那种赤小豆啊 可能跟平常的 不一样 好 平常的赤小豆 就是能够去吃 我们中医用的 那是一种发酵了的 但是我想说的这种 万灵八树啊 哦 雲灵百树 福灵 福灵 福灵百树 嗯 白树 那么这个福灵百树呢 一三米一八 哎呀 对呀 它也可以去吃 大家可以去运用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中药 都可以去吃啊 好好 那这样材呢 其实都容易买得到 但是有严重的话呢 一定要去看 你的中医师了 是 好 谢谢蔡医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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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